大家好,我們是沙烏烏克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烏克利益最重要的配件 琴袋,以及我們的琴袋裡面 到底裝了哪些東西呢? Let's go! 等一下! 如果你看到這邊,還沒有訂閱的話 趕快訂閱好不好 好,所以琴袋之所以那麼重要 就是因為你出門不可能不背琴袋嘛 嗯哼 你不可能只拿一支琴袋在這邊走來走去嘛 還是你,你就是 我曾經聽過有人這樣子啦 其實我有很多學生都這樣 就是因為我教課的地方 有些地方離他們家很近 我就常常看他們過馬路的時候 就背一把琴袋後面,然後滑手機這樣走過來 很瀟灑 可是有時候我看到他下大雨 哈哈哈哈,他就跑著,超好笑 所以大家出門還是要帶琴袋啦 我講一個故事好了 就是我曾經有一次就是 因為琴袋救了我一命 我沒有在胡亂撈 所以有一次我就是騎摩托車要去表演還是幹嘛 我忘了,我就把我的琴袋放在前面 然後琴琴突然一個小貨車衝出來 我就直接撞到他的輪胎 然後我就砰 然後他其實前面是軟袋 所以我就把他當安全氣囊啦 我在想那時候如果我用的是什麼硬殼啊 有呆樂骨已經斷了好幾個了 好,試著告訴我們 琴袋也是可以救你的生命的 選擇好的琴袋可以保你一生平安 所以我們現在來分享一下文慧老師使用的琴袋吧 看起來就很貴 好,我們今天廢話不多說 這個多少錢? 好像兩千多塊吧,我記得 快三千對不對 有點忘了價錢 是吧,因為我買了有點久了 對,所以在琴袋裡面算是比較高價位的東西 不過畢竟因為我們文慧老師身份、地位、尊榮、高貴嘛 他用的東西一定不是什麼爛的東西 你少在那... 介紹一下 這個品牌叫做Besner 這是個台灣的牌子 台灣的喔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嗎? 我其實不知道 反正它是個台灣的牌子 它上面有文慧老師的LOGO耶 這是一個學生送我的啦 太好了吧 為什麼我都沒有這種東西 為什麼我都沒有這種東西 因為我沒有LOGO 是嗎 好啦,開玩笑開玩笑 好,然後這個琴袋我用了應該有兩年吧 你不講我還以為你用了五年耶 我現在就是只用它 不管是出國啊 或是去任何的地方都是帶它 那我們就先來看文慧老師 通常琴袋裡面裝什麼東西吧 就打開會出現什麼 蛇啦 是不是 喔,你講的蠻正面的 我剛剛是想了一些有點歪的東西 哈哈 好,所以它上面有一層 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 錢袋 這個嗎 對 其實真的很大耶 開 這什麼 這是一個小袋子 然後裡面就是各式各樣的配件 例如摩甲棒啊 這裡面是下旋枕 下旋枕 欸,今天泰坦舞 我覺得這個下旋枕不好 我換一個 這盒子好漂亮喔 超美的 這應該是夏威夷買的嗎 不是 不是,這是日本做的 哇,你都用這種很高規格的東西耶 這是一個 那上面還有烏克利底有看到嗎 對,一個很美的盒子 而且這個烏克利底也是下旋枕之物 哇,你 好吧 烏克利底狂熱分 對,我就是超愛木頭 超愛木頭 然後 這是什麼 指甲刀 指甲刀啊 然後這個 懸檢器啊 轉懸器的啊 就是換懸的時候的工具第一 就這樣 通常裡面會有懸啦 被用懸 但是我剛好用完 然後 哈哈哈哈 這才是你的 這是我的 重要東西 法拉 然後還有 還有他附的一個背帶 琴的背帶 什麼附的,我的背帶 琴的背帶 琴的背帶 這是什麼啊 這是一個 一種筆 這是畫眉毛的吧 這是一種筆 哈哈哈哈 你 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 不行 那真的太好笑了 打開琴袋這一堆 跟烏克利沒有關係的東西 有啊 這是什麼 濕度劑 但是我放在一個不太對的地方 對啊 你只會放這邊 這其實是我放在房間用的啦 我知道啦 因為有時候出國的時候 會想要看一下 就是 什麼情況 因為我們的琴是木頭嘛 所以 它的保存環境很重要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它的濕度啊 會不會太好 所以通常大概要多少 我是聽說最好的 是在45到55之間 哇 你東西很多耶 因為它帶著很大 欸 這也是一種筆啊 就是幫人家簽名的 隨身信息在 親愛老師你可以幫我簽名嗎 可是我沒有帶筆耶 沒關係 我有 哈哈哈哈 這應該是調音器的吧 對調音器的小電子 調音器的電子 哇很齊耶 然後就這樣哇 裡面袋子就這樣 所以你看它的一個袋子 就可以裝非常多的東西 超多的 真的超多的 應該它沒有什麼暗袋吧 可以讓你藏一些什麼 脂肪招電 它有暗袋子 是我沒有藏東西 底部啦 還有它的側邊 所以它底部也有一個 喔 這應該可以放一些雨衣 對不對的我想 還有一些零錢 所以零錢是因為出國的時候 過那個暗檢不能有的東西 然後就丟丟丟丟丟 找地方丟 所以我們就不要把錢拿出來 好那 我們來開我們它的 它只要 喔 好 所以它就是一把我們 我們蕙老師的 布克林 然後幫它蓋一個被子 它還要著涼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等一下 最後再來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 琴袋的包裝 的設計啦 所以其實大家應該已經 可以感覺到出來 這琴袋其實 很厚實 對很厚實 然後也有一些還不錯的設計 我們等一下 把東西全部弄開以後 再一一跟大家介紹 哇你這樣子會讓我覺得 我很寒酸耶 全部收起來 切切切 好所以今天介紹完 文蕙老師的琴袋 來換我的琴袋 欸一模一樣的 哈哈 你幹嘛學人 我比較不要臉啦 你剛剛那琴袋 是你自己買的嘛 然後這個琴袋是我去 年秀的時候遇到他們廠商 剛好也有去布展 跟他假來的 哈哈哈 OK 免費sponsor 所以你看我的琴袋就是 展新 對 新新的 我其實有很多個琴袋 有時候會看心情去換不同的琴袋 不過這個的確是我最近最常用的一個 好啦所以等一下應該會用我的琴袋來講 因為畢竟是同一個款式 我就比較新 大家可能看起來比較開心一點 所以我裡面放了什麼東西呢 放了一個還沒有拆的料牌 哈哈哈 還綁在上面 你這個人 我喜歡Original的嘛 所以我一直都很捨不得拆這樣 你怕拆的就不是那個琴袋 沒錯沒錯 然後我有放一個導線啦 自備導線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忘了 然後 抹甲棒 然後一個移釣夾 哇還鯊 而且還是鯊魚款式 這超重的 而且這超危險的 因為它這邊很堅韌 我也是沒拿好 然後就打到我的腳這邊 然後真的就有一個洞 好痛喔 超級痛 這超級重的 是這樣 而且我真的都什麼都沒有拆 哈哈哈 我還沒有這個咧 你沒有這個 怎麼可能 我真的沒有欸 你是買到夾貨 買到夾貨 好啦那我們來看琴袋 剛剛我老師其實是把所有配件 都放在上面一層口袋 所以其實我還是有些東西放在下面 除了琴以外 我還有放一個 我的實音器的充電器 我的實音器是充電式的 所以有時候 表演前我都會習慣 就是讓它充一下 你也是裝電池的對不對 對 放電池的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啦 然後還有一條 爛爛的背帶 真的是 這真的是 我真的是用超久 好像從 剛開始表演 從剛開始表演 就一直在用 在用這個背帶 這是我第一把買的琴的時候 我好像買的背帶吧 就是一直陪我到現在 然後還有一個琴 然後我的調音器是實體式的 是藏在後面的 對 這樣看起來比較乾淨 除了這些東西以外 就 沒了 好啦 我的琴袋比較無聊一點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正式的介紹一下 我們兩個使用的這款琴袋 來 我們使用的都是26吋的款式 然後 它其實也有出23跟21的 然後我記得是有四種顏色 黑色 灰色 帳青 酒紅 我覺得它的外觀上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上面這層口袋 因為一般琴袋大概可能就是 下面一塊 對 下面都是一塊 然後大概容量就這樣子而已 對 可是它做的是這樣子 一條式的 對 整片 對 它整片都是口袋 其實可塑性蠻強的啦 就是你想要放什麼東西 棒狀的啦 條狀的啦 它都很好發揮啦 像是我剛剛說的 除了導線以外 也可以放一些像是自拍棒 有一次去美國 就放了一個GoPro跟自拍棒在裡面 然後還綽綽有 就是蠻方便的 然後還可以放很多就是 想不到的東西 好啦 它就是可以放很多東西 現在口袋這麼大 你想到什麼應該都放得進去啦 對 然後它除了這個大口袋裡面 其實大口袋裡面 還有一個小口袋 小按帶 它口袋其實是雙層的啦 然後 除了這個以外 它還有做了一些就是 不知道是幹嘛的 你覺得咧 其實我買到現在 我也不知道這次做什麼用 我覺得它可能是什麼 行李吊牌之類的吧 也許 就在這邊 就是勾住讓東西不要掉出來 或是不要滑動 我們再問廠商啦 再由你這個Best Sponsor的演奏家 問一下廠商 這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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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到詞窮了嗎 嘿嘿嘿 這個不是官方的Sponsor好不好 對啊 你在那邊 好 我問他嘛 所以這是上面的口袋的部分 所以我們繼續往後看 我們再翻這邊 這邊它其實還有一個小袋子 可以放一些 卡片式的東西 對 卡片式的 像悠悠卡 或者耳機 對 我覺得放這邊應該蠻方便的 好 再往後看 它背後這邊還有一個口袋 而且也是很大的 你看 戴得這麼長 OK 你就可以放一些 雨衣 你的皮面的 對 我是想說拿來放雨衣啦 剛剛我要講啦 就是這個琴帶的防水性能 超級好 口說無憑 我們直接做給大家看 好啦 所以是不是很好 哈哈哈哈 不過還是為了保險起見 如果真的雨很大的話 還是加一件雨衣啦 因為畢竟這種東西叫做防潑水 不是防泡水 不然下次做實驗啦 雨缸 然後拿你的那個十萬塊卡片 放進去 然後等個十分鐘我們看情會不會有事 如果你喜歡這個題材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我破多少 那九晚會就做 我不是我 所以後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口袋啦 然後後面的這邊 它總共會有四個就是 可以讓你掛背帶的地方 它做的背帶的設計是 讓你可以自己去決定 你要怎麼去 單肩或是雙肩 對對 它總共附了兩條背帶 然後掛的位置也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可以掛這邊 比較像是一般傳統琴帶的方式 你也可以掛在就是更少面 就是這樣你背起來的時候 你的琴盒不會一直打到你的頭 對不會凸出來啦 就是可以看大家的喜好 就決定要怎麼背 然後很貼心的地方是 它在這邊還做了一個收線的設計 我超喜歡那個設計 你是不是不知道 什麼不知道 我是沒有 你沒有 我沒有 怎麼會 我真的沒有 你是不是真的買到盜版啊 你的是不是新款啊 有可能啊 我們再去求證 太扯了吧 這能播嗎 管它的 就大家注意買的時候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新舊版之分 好啦 反正我的是有啦 它這邊有一個這個 很貼心 對 因為有時候騎車的時候 我都會很怕這個 對對對 然後你只要把它夾上去以後 就是 它只能看起來會俐落很多 我很喜歡這個設計 然後它的背帶也是做這種 很減壓的材質 因為我是不雙肩背的人 我永遠都單肩 所以我都會讓琴的重量 都承受在這個肩膀上 而且它又滿粗的 我真的覺得背起來其實算是滿舒服的 然後再來是琴帶的重量 其實我覺得大家廠商做的都差不多 都要很輕啦 不然你也活不下去 所以外觀的部分 我們就講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來講 內嶺的部分 琴帶 畢竟還是要拿來裝琴嘛 總不可能說 你今天沒有譚烏克麗麗 然後你覺得這個琴帶很帥 你想要放一把AK四起 你就買這個琴帶重 那也不是不行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琴帶的內容 上面這邊就是一樣是 一層絨布 然後一個反沖的那種 對 很厚 它這邊也還有一層不一樣的材質 這樣子比較不會看起來太單調 對 看起來是一個小設計啦 然後再來就是內層也是很厚的絨布 然後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這邊的蠻頭 我都加它蠻頭 加它蠻頭或枕頭啦 是可以拔下來的 因為每個琴的筒身都不太一樣 它這樣可以拔下來的好處是 比如說有時候琴想要 墊後面一點 墊前面一點 墊前面一點你都可以自己決定 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把它放進去 然後再把我們的枕頭 然後我的琴帶在這邊嘛 然後就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把它放下去 這樣 它這樣就會剛好把我的琴頭這樣支撐起來 然後最後它這邊還固了一個就是 扣的地方 對 環繞的 讓你可以把它固定住 很牢固定在你的琴盒裡 通常 360度旋轉 不行不行 它還是會掉啦 它只是一個輔助的作用 大家還是沒事不要拿來開玩笑 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你的琴帶就是 可以比較不會在琴帶裡面晃來晃去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啦 也沒有什麼特別就是 讓人很恐怖的黑科技 我倒是希望以後就是 可以做一個什麼 四次元口袋 就是這個體積可以放50把琴這樣 好所以這個琴帶設計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不太喜歡太花俏的東西 所以整個它整個設計都很簡約 對 看起來乾淨俐落 其實台灣有不少的演奏家 目前都是使用這個牌子 據我所知啦 對 所以希望就是之後 它可以再出一些改款之類的 記得把文輝老師的那個 我的口子給我 哈哈哈 不過市面上當然不是只有這個牌子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很知名的牌子 之後我們可以慢慢介紹 因為畢竟這個牌子是從台灣來的 所以加上我們剛好最近各自都是在使用這款 就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樣子 之後有機會應該會做一些國際品牌的琴帶開箱 例如阿B阿等等 Mono 機昌老師用的叫什麼 F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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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念 沒關係 也是一個很有名的牌子 我們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所以看到這邊如果你有什麼任何推薦的品牌 或者你想要看到的開箱的品牌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是你對於我們的琴帶的內容 為什麼要放這些東西有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是你想要看到更激烈的開箱影片 比如說我們把文輝老師的琴從10樓丟下來 看到底會不會出事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呵呵 他永遠都好像對著你笑 笑得你心裡犯了 所以今天琴帶的介紹大概就是到這邊啦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雖然這集影片很簡單 不過大家還是要特別注重一下自己琴帶的選擇 因為有時候帶琴出去真的很容易發生一些意外 像是不必要的碰撞 如果多了一層保護你的琴也會比較妥當跟安全 你總不希望你今天買一把琴琴三分鐘出去就 對吧 大家還是可以就是特別去挑一下啦 不是只有這個牌子 有很多的牌子 可能某幾款就符合你的需求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觀眾的回覆吧 我們現在回答第一篇 KJ的 我以為這集是要宣傳工作室的錄音錄影服務 原來不是 欸 既然你都問了 沒錯 廣告 不是啦 我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怎麼沒有那麼狡猾啦 看到這麼敏感完了 大家都被我們弄得很敏感 沒事 沒事 好 下一篇來自胖虎的 這集很棒耶 從沒進過錄音室 看得很新鮮 等我長大也要去木頭先生 錄音錄影 等你長大 這我不知道怎麼回 歡迎歡迎 胖虎歡迎 好 下一個 想知道如何用手機拍出礦式劇作 目前沒有足夠的資金購入高階器材 我們有機會會拍的 對 之後會有機會來拍一集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我們iPhone 11 耶 iPhone 11超級貴的耶 iPhone 11都快要可以買一台單眼了對不對 對 其實手機也是 現在目前也是越做越好 就是 之後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其實手機 我覺得可以拍出不錯的東西 而且iPhone拍的畫質 會比相機的畫質還要更高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你相機這麼爛喔 它可以拍4K 我不行耶 被世界淘汰 手機可以拍4K 我不行 我的相機不行 所以之後我們有機會會來做一集 好 還有一些之前的留言齁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 來自Aaron的 如何去做指甲 要做哪種的 要如何跟做美甲的說呢 就可以跟他講說要做眼甲 然後我記得好像有水晶跟凝膠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不同一種東西啊 我都是跟我的學生 就是給他我手指的照片 然後叫他把那個圖片拿給那個美甲師看 他就知道了 比較值得一題是 你可以跟他講說 不要做得太尖 然後太糊這樣子 盡量讓他平一點 就是貼近我們指甲的形狀為主 因為有些美甲會做得 形狀很奇怪 這樣你其實會不太好彈 你會卡住 對 所以盡量就是貼近你原本的指甲 然後做眼神 這樣就沒錯了 然後如果真的不行 就拿我的照片去這樣 不是說我的臉啊 實際上 我要做這個 然後 上面就有我一個臉 好 下一篇 我們之後等到做到第十集 就會開始陸續續在其他的平台做一個同步的上架動作 還在累積我們的作品啊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之後就會讓所有的平台都看得到我們的影片 不過還是謝謝你的支持 好 那我們這個禮拜的影片就到這邊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訂閱起來 然後留言起來好不好 不然我們都沒有什麼留言 可以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大家應該有不只這些問題嗎 都可以歡迎在下面討論啊 對不對 下禮拜應該會是一個比較厲害的主題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們下禮拜見啦 掰掰